俄军火箭划过宁静黑夜 过去三星期 扎波罗热天天被炸 名载商店又烧成一片 连身性障碍儿童教育中心 俄军也不放过 草地炸出大洞 教室满地碎片 而乌冬同样很惨 同个地区一天之内 就被狂炸三百回 害乌克兰全国大敌电 俄军弹与公事 报复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但到底是谁 用什么方法炸桥 现在还是谜 从桥面断裂状况和桥底 没有火烧痕迹来看 初步排除从桥下水面引爆 而乌克兰至今不承认 是他们下的手 可以确定的是 俄军士气涵散 普京动员士兵训练不足 一向就被丢上战场 增长士兵忍不住抱怨 难怪乌克兰国安顾问 接受CNN专访大胆预言 俄罗斯目前遇到的问题太多 迟早会瓦解 TVBS新闻重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